香蕉牛奶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使用菲利普超火羊果汁機 做一道以香蕉為主題的香蕉牛奶 首先呢我們先將香蕉 整根去皮的 先切一半的量左右 最後我們是要做為裝飾用 然後我們先倒入冰塊 大概10顆左右的量 牛奶250cc 然後香蕉整根的加入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會使用黑糖 因為它能帶出香蕉的濃郁的感覺 大概一匙左右的量 菲利普超火羊果汁機 上蓋有貼心的涼杯設計外 還有我們的攪拌棒 可協助簡單的食材混合 然後我們把上蓋蓋上 首先我們打開開關 以低速轉到高速30秒的時間 完成以後 我們先來做 之前留下來做為裝飾的一半香蕉 撒上黑糖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做焗烤的動作 然後我們拿噴火槍 把黑糖焗上色 這個動作是讓黑糖會形成一個糖片 完成以後 我們把打好的香蕉牛奶 倒入平生就可以了 最後我們把焗好的香蕉放上 這道香蕉牛奶就完成囉 好 1 2 2 3